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简单向大家介绍了一下 不如PRP框架的一些特点 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继续学习一下 不如PRP的一些应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部分 单一入口 咱们在做过程化项目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每一个PRP文件都可以独立访问运行 就比如说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项目 假如在这里边 我们需要有一个 index.PRP文件 这是一级页面 然后有一些列表页面 什么 list.PRP文件 还有一些 像 比如说内容页面 cntnt.PRP 等等等等 像这样的文件 每个文件都是一个独立的入口 也就意味着 每个文件都可以单独的去行访问 如果你项目里边 比如说有1000个点PRP文件组成的 那么这1000个 PRP文件都可以让用户去访问 每个文件一个入口 这就是给几个方面带来很大的一个不利 就比如说 我这里边给大家举例子 就像一个体育场 如果有多个入口的话 那么需要在每个入口都进行检票啊 和安全检查 而采用单一入口 进行项目的部署和访问 那无论完成什么样的功能 一个项目只有一个统一入口 但不是唯一的 咱们后期会给你分一下 是一个应用 一个单一入口 就像一个体育场 如果只开一个门 那么只要在一个门 我们做检票和安检就可以了 但有人说了 说体育场就开一个门 那进的速度多慢呢 那是体育 咱说成绩抽象的 一个入口和多入口 效率是一样的 但是一个入口控起来更灵活 几乎没什么缺点 缺点基本上 我个人想就只有一个 就是你在 如果不基于框架 在使用单一入口的时候 你想写出单一入口 这个过程 需要花费一些精力的 而过程化的 每个都访问的话 你是不需要这样的精力的 那么单一入口 有以下这么几个方便 加载文件方便 怎么个加载文件方法 我给大家画一个图 你看一下 假如说 这是一个项目 这是一个主入口文件 那其他的不管什么文件 比如说 一个类 任何一个类 点class点PRP文件 比如说 一个函数文件 func func 比如说 functin 点PRP文件 或者是 一个inclue的文件 被包含的文件 比如说 test.nc.PRP文件 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功能类的文件 其他的other.PRP文件 那这些文件呢 都是主入口 比如说 就叫做 index.PRP 那我只要 访问1.2.PRP 其他文件 都怎么的 都在这个文件里包含 都在这个文件里包含 也就是 其他文件 都作为这个文件的 一部分去访问 那为什么说 这样的功能 是加在文件方面呢 你如果是单 不用单一 入口访问的话 比如说访问 other.PRP的话 他想找 类点class.PRP的话 那他也可能 相对于自己 目录上一级上一级 去找到他 针对于自己 访问文件 去找这个 或者是在这个文件 里边找这个 也是针对于 自己路径去找 而这些类文 这些文件 点PRP文件 如果都在 主入口文件里 包含使用的话 那相当于 他的内容 全复制到这里了 那假如从这里边 去找这类文件 只需要相对于 主入口去找 就可以了 因为所有文件 都相当于 都相当于 在这个文件里运行 所以找位置的话 只相对于 主入口文件 上的上一级目录 或者下一级目录 而非相对于 这个文件的本身 这样就很容易 比如说 有这么一个目录结构 在 比如说 主入口index的 在最上边 然后呢 包含了 比如说 DIR1目录下 有一个 1.png 然后 DIR2目录下 有个2.png 在imgs下边 有个 什么 哈喽 下边的有个 A.png 比如说 我如果想在 1里边 如果是访问 不用带入口文件 如果在1里边 去访问这 A.png的话 我得怎么办 我得需要 在1文件里边 上一级目录 回到 DR1里边 然后再找到 IMAGS 下面的 哈喽 下边的 A.png 得这么去找 如果这些文件 都是在 INDIR1.png里包含的 那我去找的话 不管哪个文件 想找A.png 都是 只是找什么 当前 目录下的 IMAGS 因为这些文件 都在 INDIR1.png里包含 所以不管是 1里边找这个 还是2里边找这个 这两个文件 都相当于 这个文件的一部分 所以找路径 都相对于 主入口在哪 就从主入口 去找下去 就可以了 这就是 单一入口文件 找路径 方便的原因 你看 在编写和阅读 过程化成员时 经常会遇到 文件之间 互用包含 其中 PSP省运口录的 包含 括LF公论资源 也包含RTML中 包含Link 像Scribe 包含CITX 架 项目越大 文件越多 越让人头疼 那就像一张大网一样 文件交织在一起 不容易找到头绪 而使用单一入口 则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在项目应用中 任何一个文件 只要相对于 单一入口的位置 插着即可 第二点 全线验证容易 那怎么个全线验证容易 如果有多个入口 这样咱们体育场 得每个都检票 这里边你得验证 这里边得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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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会有任何一个 你不做全线验证的话 那用户就有可能说 没有全线 而执行到什么功能 很麻烦 而使用主入口文件 所有的用户 想访问其中的任何一个文件 必须通过主入口 必须通过访问他 而我们只要在这里边 在这会加一个验证 那所有 全线不合理的 都访问不到里边的文件 所以只在一个地方验证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全线验证容易 每个PIRB文件 都可以独立访问 在做全线验证的时候 就需要每个文件进行判断 而采用单一入口 则只需要在一个位置 进行判断即可 还有UR重写方便 当然了 咱们这个框架采用是 pass info的模式 也就类似于 伪经态那种模式 直接就有利于搜索引擎 所以你呢 很少需要UR重写 但是如果你想UR重写 把那个主入口文件去掉的话 之家木路方案访问的话 你也只需要 写一条规则就可以 在R87里边 写一条正则就可以 而如果像其他这样 每个文件都能访问的话 那你只要有一个入口 你就得写一个静态化的 伪静态的一个规则 那你在写UR冲写的是非常麻烦 另外还有就是安全的方面 比如说咱们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假如说这是主入口文件 对吧 这是其他的文件 如果你每一个都是独立访问的 那每个文件都必须放在 web服务器的根部下 而如果我项目只有一个应用的话 一个应用的话 就一个主入口文件 那我可以把其他的所有的文件 都放在非web服务器根部下 也就是3W之外 这样的话 其他的文件 用户想通过阿帕去访问 是任何文件都访问不到的 他只能访问到这一个文件 所以在这一个文件里边 你做好安全控制的话 那就非常安全的 不然的话 每个文件都能访问到 那难免有一些疏忽 会把漏洞 让别人看到 然后从而攻击你的网站 所以安全方面 主入口文件也是好的 所以说几乎没什么缺点 那缺点也就是在编写 如果你不用框架的话 自己单独编写单入口 会稍少麻烦一些 那看下编写规则和项目的一些部署 入口文件 咱说一个项目里边 你看一下 我把咱们那个框架考过来 我这已经下载了 在这呢 放到 咱们这个下边 这个笔记 我今天就不用了 因为咱们有手册 手册里边已经很详细了 如果你项目里边 有多个应用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有 假如我就做一个 OA系统 就看成是一个应用 那就做一个 应代点PP就可以了 就做一个就可以了 如果我有多个应用的话 比如说我还有个论坛 那我再建一个什么 bbs.i bbs.pp 我有个后台 那我就建一个什么 比如说 admin.pp 那三个应用 三个入口 这三个应用可以是一个项目 但是每一个都是大的应用 比如前台一个 后台一个 论坛一个 博客一个 商城一个 你可以这么去设置应用 而不是说一个模块去建一个主入口 不是那么多的 一个项目可以有一个主入口 一个项目也可以有两个主入口 如果你功能比较大的话 分成两个 或者分成三个 是可以这么做的 那一般我建议呢 一般项目都有前台和后台 像OA的话只有一个后台 那我就可以建一个 什么 前台一个 后台一个 那比如说 主入口文件都写什么 你只需要写两台代码就可以 第一条代码就告诉 我这个主入口的加目录在哪 就这个应用 我访问的加目录在哪 应用目录在哪 那只需要我定一个长量 长量名称是固定的 是框架规定好的 你必须叫APP应用 然后目录呢 你可以是当前目录家的home 如果你就指定当前目录 也可以 如果就一个应用的话 如果你分前后台的话 你可以指定什么 指定创建一个目录 好 我们都单独反问一下 比如说我就指定当前目录 那还需要代码 这会必须指定你这个应用的加目录在哪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访问主入口 你启用框架的主入口 框架的主入口在这呢 所以你只要包含 在这里边用include或者require 包含谁啊 包含当前目录下的bro prp 因为框架的目录 相对于这个目录在这 然后下边的有个bro prp.prp 好 我现在只要一访问主入口文件 就可以了 你看 http冒号 localhost 比如说 细说prp下边的index.prp 就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多目录结构 项目就跟我们部属好了 看一下 那部属的目录都有哪些呢 先看一下最主要的rmvc模写的 控制器写到这个下边 业务模型写在这下边 所有的模板仕图写到这个下边 这是三个最主要的核心目录 这三个 看到了吗 那我今天删掉 这三个介绍完了 然后 这个目录和这个目录是放你扩展功能的 比如说 我系统里边就四个类 我想扩展一个发email的类 我只要在这里边建一个 单类名你自己定 email.class.prp 那发email的功能类写在这里边 你项目里边直接就可以用 如果我需要一个 假如说就是一个获取客户端IP的函数的话 那我在这里边 因为这里边我们已经建讨文件 一个项目应用的函数并不多 比如说 一百个算多了吧 那这一百个函数你都可以写在这里边 我只要在这加一个 faction 看一下 faction 比如说 codeIP cli ent ip codeIP 在这里边返回codeIP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扩展一个函数了 所以你写的扩展的类在这里边写 扩展的函数在这里边写 那还剩下联盟录 这个是public 是你将一些公用的资源都放在这里边 比如说 像这个上传 那还有什么 你写的几块儿啊 咱们前面介绍的阿解个3.0啊 公用的图片的像logo啊 样式啊 你可以放到这个目录下 那这个呢 是生成的运行时生成的一些东西 这个目录你随时可以删 但是删完之后 它都会自动生成 比如说一些缓存的设置啊 表结构的缓存呢 静态化的缓存呢 smarty的编译文件呢 等等 只要是运行时生成的文件都会在这里边 都在这里边 比如说对数据的缓存呢 对控制器的缓存呢 对模型的缓存呢 还有什么 静态化的一些缓存呢 对吧 smarty编译的一些缓存呢 都在这里边 这是一些锁文件 目录9个建完之后都会写到这里边去 所以这文件你是随时可以删的 而这呢 是一个配置文件 是一个配置文件 自动帮你生成了一些项目的一些常用的配置功能 后期呢 都会介绍 所以这就是单一入口一访问 当然生成的目标结构以后就不会生成了 那如果你分前后台的话 这里边我可以是 home 比如前台的代码放在home里边 后边当然可加写杠 可不加写杠啊 然后 同样的 假如这后台 假如还有个应用 在这块再访问一下 哎 这会来一个 爱的命 那这回你看一下目录结构什么样的 我现在访问一下 还是访问这个 看一下生成目录结构一样 但是为什么少了三个目录啊 因为你前台的应用 你不写 写不去写前台应用吗 扣人器写在这里边 模型写在这里边 视图写在这里边 目录已经给你分好了 看一下 那如果是后台的 是admin 那如果我再访问一下 admin.pp 好 你看 后台里边 写的应用 也是有控制器 模型视图 这么区分的 也会有这些目录 那你看 我刚才访问后台的时候 好像比前台访问的时候 是不是这里边少了很多呀 的确 因为有些东西是前后台可以公用的 那比如他那可以公用什么 这里边放一个类 我前台里边可以用 后台里可以用 这里边放一个函数 前台可以用 后台可以用 这里边放的解块的那些东西 或者常用的样式 上传文件 前后台可以用 配置文件 单一个项目只留一个配置文件 前后台可以公用 所以呢 这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生成代码也枪台公用 所以呢 多一个应用 比如说你再多一个应用的话 只不过多一个控制器 模型视图那三个目录 因为写成写这些 其他都是公用资源 这些都是公用资源 都可以公用的 那当然了 咱们还可以另外一种部署方式 比如说在山 你看一下啊 比如说 我如果这样 我可以任意放主入口文件 比如说现在我访问前台 index.peerp 对吧 生成了木结构 你看后台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文件 我比如说后台 我主入口文件不想放在这 我主入口文件 也想访问index的 你自己手动建议admin 看一下 把这个往这里一拖 这会儿改成index的 看一下 这里边只需要 我们改一下 是当前目录 然后这是上一节目录下的 peerp 就可以了 现在一样可以生成 比如说访问 这会儿就访问谁啊 idmin目录下的index.peerp 直接一访问 你看 一样可以生成目录结构 看这了吗 扣认器模型 试图主入口文件在这 所以你怎么部署都行 你把index的放在后面下边 也可以完全没问题 但是我给你建议的目录结构 是这样生成的 只需要 建议的目录结构 就像刚才咱们那么写的 比如前台一个 后台一个 admin.peerp 在这里边 后台admin 当前目录下的 好 只需要两条代码 或者你写三条的话 生命一个目录结构也是可以的 刚才是一个缓存生成 错了 重新删一下 好 应用两个目录 当前目录下的 访问 这个下面的生成目录结构 再访问admin 第二 peerp 这是后台的结构 别生成了 前台 生成一遍就不会再生成了 这里边 比如说 我现在 删除这个目录 你看我已经删除这个目录 我再删除这个目录 你看一下 我在访问 它能再生成吗 看一下 就已经缓存了 就不会生成 只有第一次建的时候有 但是如果删除这个目录 你看一下 删除这个目录 retime是运行式生成的 这里边也起到一个缓存作用 你看我再刷新 是不是这几个 没有的目录全删除了 全全重新新建了 全回来了 所以不用担心 这个部署目录结构 会浪费很多的一些系统时间 其实不会的 这就是咱们单一入口文件的一些编写规则 很简单 这里边给你电三行 其实两行就可以 这行就是声明一个什么 就是声明框架的位置在哪 然后再包含这个位置 如果不声明这个位置 咱们一样直接找到什么当前目录下这个连在一起 不也是一回事吗 对吧 入口文件名可以自定义名称 比如index admin blog.plp之类的 那三行代码有意义的说明 那中间这个代码呢 你可以加写杠 也可以不加写杠 第三行是加在框架中的入口文件 是固定的写法 所以这个文件里边两行基本上都是固定的写法 指定我的应用在哪 目录下 框架在主入口在哪 其余的文件 其余的代码就不需要写了 就可以了 再需要写代码 你就需要写什么 你不写前代和后台应用吗 比如后台 你写扣容器模型视图 就完全的MVC的思想 完全是MVC的思想 而不需要其他的 即可 这就是我们这个单一入口文件 单一入口文件和编写规则 那么来看一下 部署项目的应用 这也是刚才咱们介绍的 你有多种部署方法 刚才咱们刚刚讲过 前台后台的 然后其他的目录结构呢 我都会在后边项目里讲解 跟大家介绍 比如说像 这里边是干嘛的 每个文件 后期用到时候都会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还有像 比如说控制器里边 默认这两个文件是干嘛的 然后视图 这个多一层目录是干嘛的 里边Public又是干嘛的 然后资源又是干嘛的 这些咱们讲到后边的时候 都会详细的跟大家说 这里先了解一下就行 那这块是刚才都说的一些 目录的一些结构 然后部署的方法 你看一下 定义三行 然后控制器模型 在当前目录下的 第二种呢 是定一个APP 在home下的 跑到home下了 如果项目的话 有前台和后台 那你可以什么 前后台在这个里边 前台在这块也可以 那就是前台的主书 或者写当前目录 后台写一个admin目录 就可以了 还可以怎么的 看下 主入口在这 后台主入口在这 这刚才咱们也演示了 你还可以 这个是我推荐的一种方式 怎么的 index的前台写在这里边 admin主入口文件 后台写在这里边 如果有多用用的话 比如大家论谈 也同样的规则 去处理 我们再来看一下 url的访问 传统的网站的访问方式呢 其实都是基于参数的访问方式 比如说一个地址 我一访问 通过m访问什么用户模块 访问用户模块里边 andfula什么操作 比如说添加操作 是这样的一种访问方式 但这样的访问方式呢 不太有利于搜索引擎 写起来呢 也比较费劲 所以呢 好多框架都是基于 pass info这种模式的 什么是pass info这种模式呢 就是 这话 在后边直接加写线 那就会骗过搜索引擎 说感觉这还是一个目录 因为如果你用参数的方式 参数超过三个以上 搜索引擎就不怎么找了 所以用这目录结构呢 他会一直找下去 所以比如说用户模块下边的 你看用户模块下边的 添加的操作 那添加什么呢 一个ID等于5的 所以这个结构就相当于 admin.peerp 问号 比如说用一个参数 什么m等于user 等于user 然后呢 andful a等于 当然m和a是自己定义的 add 然后再andful d 就直接id等于5 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这就是pass info 路径的信息的一种模式 当然这种模式 你要想使用的话 必须在web服务器开启 当然了 一些apax之类的 web服务器 默认都是开启的 如果用ngx 或者is之类的 如果没开启的话 包括用apax 有的没开启的话 你要找一些资料 把这个pass info的模式 开启 才能支持 如果设置这种模式 不支持的话 那么 咱们框架就不能用 当然开启这个 不算什么难事 一般的都是开启的 那这是pass info模式 那咱们要了解这个模式的话 咱们就得先了解一下 项目 咱们怎么去设置 这个pass info模式 怎么写控制器 怎么去访问 那比如说 咱们在做一个项目的 开 同时呢 首先第一件事 要先把项目模块分好 那有的人就说了 什么是模块呢 就是一个独立的操作过程 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模块 比如说 公告管理 公告管理 比如说有情链接管理 链接管理 对吧 或者是什么 比如说用户管理 还有 假如说文章管理 或者文章的评论管理 等等等等 你看 每一个管理的话 这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模块 而这一个模块 咱们就可以做成一个独立的控制器 这都是一个独立的模块 看到了吗 那确定完模块之后 要确定它的操作 比如说针对公告 我们都有哪些操作 也就用户有哪些操作 比如用户可以是添加公告 添加 它可以修改 它可以删除 它可以浏览 它可以搜索 等等等等 那有情链接呢 它有可能说也是这些操作 空间不足 无法能粘贴 严重操作 用户管理有可能也是这些 所以咱们要先确定一个模块 然后再确定针对这模块的操作 那有的说了 那这个模块可大可小不 当然可大可小了 比如说 用户管理 还有比如说用户组管理 那我可以把它俩合成一个模块 那合成一个模块 那操作有可能就很多 比如说有20个操作 每个有10个 有20个操作 20个操作 如果写在一起的话 就会很乱 所以咱们尽量还是把它拆成两个模块 比如说这里边 添加算影 公告的添加 公告的修改 公告删除 能不能独立当成模块 也可以啊 但是如果模块开 拆的太小的话 又不好控制 所以我给大家建议的话 一个模块 尽量比如控制操作 在5到10个之间 还是比较好的 5到10个之间比较好 所以确定了模块的操作 那咱们现在是主入口文件 所以一个主入口文件 咱们就想办法 比如说index的访问 index.pvp 那你用一个参数 比如说模块等于user 就会直接让它定位到user 这个用户这个模块 那用户模块 你用户是想操作呀 我想删除操作 然后你加一个underflow a是action动作 等于 当然这两m和a 你可以自定义 但咱们这边就规定好了 m是指的模块 a是指的操作 那a比如说删除dl 就删除了 删除哪个 删除underflowid等于5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如果用pass info的模式 就一定带点pp 斜盖 用户 这就访问到用户模块了 然后 下边操作dl 第二就是操作 第三个就是id 值是5 后边再传配置是6 就可以一直这么传下去 那后边没两个 就是变量值 变量值 前面两个是固定的 一个模块 一个操作 访问到哪个模块 哪个操作 那比如说 啊 在咱们这里边的 你看 不是pp.com 入口文件 是admin.pp 应代.pp 访问哪个模块 什么操作 传的参数 这是用而统一解析和调度的一个pass info的模式 你看 所有都是以模块和操作 所以你要新了解什么模块 什么是操作 才可以 那比如说 项目里边 你需要几个模块 那我们写项目的时候该怎么写呢 你看啊 假如说 我现在在后台里边需要刚才咱们设置那几个模块 那我如果把模块确定下来 我就能把控制器确定下来 是一个模块 一套mvc模式 而不是整个一个应用 就是一个独立的mvc模式 你既然确定有几个模块 就应该有几个主入口 不是 有几个控制器文件 一个应用是一个主入口文件 比如在后台里边 我控制器里边 现在我有 后台首页的 invc这个文件 作为后台首页的控制器 就布局后台首页的 那比如说有登录的控制 login.classclss.pp 那比如说 我还有 这块 有公告 notice.class.pp 模块 那还有一个控制器 假如说 我还有友情链接 那就frink.class.pp 如果我还有 比如说 文章管理 artice.class.pp 当然还有其他模块 你都可以登录 去建立 那比如说 再有用户模块 那我就可以怎么的 user.class.pp 对吧 那针对用户的操作 如果是过程化开发那种模式 不是基于面对下 mvc模式的话 那一个操作 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 pp文件 但是我现在可以把这里边的 操作登记好 控制器 我们可以这么见 后期咱们还会详细的讲控制器 我就先说一下格式 你看 user类 这个是通过这个类 专门控制用户模块管理的 那里边一个操作 就是一个方法 比如index的列表的方法 然后faction 比如说有添加的方法 你别说 假如说有修改的操作 对吧 mod 有删除的操作 faction dr 这样就可以了 假如在这里边输出 输出一张一 当然输出咱们是写的 摩托板里 不在这里边写输出的 咱只是先演示一下 输出二 输出三 输出四 你看一下 我现在想访问用户模块 我就可以直接怎么办呢 直接在这块 admin 你看 pp 下边的 user模块 默认会找里边index方法 你看输出的什么 输出就是 就是什么 一行一 你访问的就是控制器下边的 看到了吗 admin控制器下边 user.cluster.pp 下边提示模式 已经看到了 如果想访问这里边添加方法 add 你看输出的是二 如果想删除方法 dr 输出是四 这样呢就访问 中间这个是访问到哪个类 而后边是访问哪个类下边的方法 那访问到哪个控制器类 就是访问到哪个模块 方法就是哪个操作 那如果给这个下边传个参数 id等于5 就会把id等于5传给他 里边也会用get接收 那在pass info模式 这种模式 咱是怎么实现的呢 有可能说 有些朋友会这样的疑惑 其实很简单 在咱们框架里边 你看一下 pass info呢 是在w下边sour里边会有的 在框架里边 我们找一下bass里边 这里边有一个专门处理这个ur的类 独立写的 这里边其实就在一个方法 没别的 一个静态方法 其实我都想用一个函上去写的 你看 如果这里边 支持pass info的模式的话 我怎么处理 如果不支持pass info的模式 看好了 我把m和a是出现的模块 那不支持的话 就判断你有没有m的模块 如果你有m的模块 我就把m模块的值取出来 付给这个m 如果没有m模块的话 我就把index的付给getm 那这个同样操作也是 a也是一样的 这默认是index模块 默认index动作 所以有这个的话就用这个 没有这个用index的 所以就能保证这俩 不访问默认都有index的值 那就像比如说 我在这块 如果我这块什么也没访问 那默认肯定找index.pp 肯定是找这个 对吧 但是如果后边不写index的模块的话 那默认找的就是谁啊 这个index的 如果后边再不访问 你看这效果都是一样的 还不写index的 默认就找index的 如果你不想用这个默认 是叫index的名 你可以用其他的名啊 用什么名都可以 然后 你看一下 其他的参数 假如说我这都给他访问 都会转成pass info的模式 怎么转的呢 你看 如果这样 问号用m等于用户 underf a等于 所以m和a在参数里边 传参数的时候 你尽量避开这两个 a比如等于add微灰车 你看 直接变成了user等于dd 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那你看一下 我们怎么实现的 如果有查询字母串 也就是除了getma里边 除了index之外 还有其他字母串 也就是 只要get里边有值 干嘛 先把get里m值给他 那我删除了m get里就没有m了 如果有a的话 把a给他 我又把a删除 在get里边就没有a了 然后用这个方式 把什么 把所有get里边的值 形成这种参数格式 看到了吗 就是用underf 隔开的这种格式 然后找到当前访问的脚本名 把m放到这 把a放到这 就是把那个访问的模块 放到这 a放到这 后边的 就把所有这个 由underf和等号的 都换成斜盖 然后再重新一个定位 一转回去 hader吗 不是重新转现位置吗 那就直接会请求 变成了刚才咱们这种模式 用户和a的模式 所以刚才你指定的 再看一遍 m等a的 因为只要一挥车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 就因为这条代码里面设置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分析这条代码 那如果是直接就写的pass info模式 看一下 直接写pass info模式 那我们干嘛呀 pass info就是那种斜杠的格式 你看 就是index.pvp 斜杠 user 下边的斜杠 add 添加 就是修改吧 mod 修改什么id等于5的 对吧 还有什么 cid 是6的 假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假如这样的模式 那 我用斜杠去分割 当然pass info得到的 就是后边的一部分啊 就是后边的一部分 没有主入口的一部分 我用斜杠去分割 执行完这条代码之后 你看 去掉两边的斜权 假如到后边还有斜权 你加一个斜权 或者前面多一个斜权 这能把斜权都去掉 去掉之后 用斜杠分割 就能把它分割成一个数组 A2Y 里边直就变成什么了 user mod 然后 id 然后是5 再是cid 6 是这样的格式就有了 那这样有了 你看 如果pass info 0存在 看这个数组里边 0存在 也就这个存在的话 对吧 这个存在的话 就把它付给$下方线 M 那像这个 如果存在的话 就是$ $下方线 get里边的 M就等于谁啊 M就等于user 是这个 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就是默认谁是这个 index 对吧 就默认访问index模块 然后 删除 pass info 删除这个 删除这个就是什么 删除这里边第一个元素 那执行完这个代码 删除完之后 比如说 把第一个 如果按上面格式 把user已经付给了 到时候下方 get m 已经付给他了 m不管怎么样 如果有值就user 没有值就index 肯定得有一个get m 然后删除这里边 第一个元素 也就是将这个数组里边 执行完上面的操作 也就变成这样的了 删除第一个操作 删除第一个操作 你还是跟上面 同样的代码 你才判断第0元素 因为删除第一个元素之后 第0元素就是他了 那就是操作了吗 如果没有操作 还是index的 如果有操作的话 就会把$ 你看 $下方线get里边的谁啊 A 负上 按照刚才咱们操作 就是谁啊 mod 就会把它 mod付给$下方线A 然后再把这个A删除 那一删除的话 那这数组又变成了 这样的格式 你看 这个删除了 就变成ID等于5了 那ID等于5了 然后循环 然后每次隔两个循环 在get的数组里边 将当前的ID 和它的下一个ID 作为值 当前元素作为下标 所以就会变成$下方线 get里边 如果按照刚才那例子 就比上ID 下一个元素是5 第0个是ID吗 第一个不是5吗 是这样给它 然后在$下方线get里边 然后 就是135作为下标 CID作为下标 值是谁啊 值是6 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get里边 经过这个处理 刚才存这个值 经过这个处理 get里边就有个M 有个A 然后有个ID等于5 有个ID等于6 让我们来验证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呢 刚才我们说 按这个去访问 看一下 在MOD里边 我们输出一下 输出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个P啊 这个P就专门用打印用的 可以打印各种格式 打印多个参数 比如说get 可以打印到的下方线post 可以打印多个 可以打印自乎串 ABC 都会给我们格式化的 专门用来在输出的 给我们开发阶段 输出数值给我们看的 你看呀 我们输出到了一些 get 那我们在这输入MOD 存一个ID是5 存一个CID是6 你看 直接回车 优户点 这个文件 顺便一个用类 这块是index的 应该是谁呀 admin 因为我写在后台里边了 你看 是吧 M有个user A等于这个 ID等于5 CID等于6 但是你千万别在这里边 再用一个谁呀 声明那个变量的时候 你再叫一个参数是A 比如A是add 如果你这么写的话 你要跑这来了 因为有A参数的话 就会把原来操作覆盖 如果有M操作的话 比如index的 就会把什么 就会把 前面的这个去覆盖掉 所以后边你用参数的时候 避免一些尽量用A和M 这两个是框架里边应用到的 这就是咱们说的 处理这个pass info的格式 怎么跳转这个格式 然后你在这里边 程序里边接收的 还是咱们所需要的参数 后边咱们讲控制器的时候 我会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说 这话只是咱说 因为这张咱只介绍一下 UR的访问嘛 所以在这里边看到模块和参数 你看 例如在项目里边访问这个入口文件的时候 访问这个用户控制器的这个操作 存参数CID等于5 如果访问正地址 你不访问到默认访问index的 如果访问index加起一个线的话 控制器index 如果访问index操作是index的 后边默认中index 所以下边这一系列的访问 都是一样的结果 都可以省略 那下边这个 你访问user默认index加起个让也行 访问index也行 不访问默认也是index的 如果传参数是6的话 就会把6放进去 当然这个详细的控制器 这个我在下边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这里边只是了解一下 UR是如何访问的这种格式即可 好 这是咱们说的框架里边的 呃 单元入口和项目入部署 和这个UR访问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框架里边默认开启了什么东西 默认开启 因为做一个项目 肯定你得有一些设置 所以默认开启 我都在这里边去写的 比如说 默认设置所有页面字符机UTL吧 因为 给大家建议就是 尽量不要用其他字符机 因为好多系统只支持UTL 比如咱GD库的画图 阿杰克斯 斯芬克斯 麦米开启 都认UTL字符机 别的字符机不认 所以咱们这一座项目的时候 就没有必要使用其他字符机 UTL8是最优的 然后时区 因为咱们PRP 不光是咱们中国人在用 那么全世界都在用 它不可能按中国的时区来 所以默认是 英国伦敦那个零时区 中国在英国伦敦的东八个区 所以叫东八区 所以能调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区 这是默认开启的 那默认开启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 你看输出字符机 通通是UTL8 那咱们网站 买色个数据库和使用的工具 都得是UTL8的 这样的话 咱们所有都不用设置 直接同意 时区是这个的 自动加载配置文件 自动包含所有的类库 只要你在固定的目录下 和固定文件里写的类和函数 都会自动包含 所以你在咱们写项目的时候 你不用去 不用写任何include的东西 因为框架总能帮你自动完成 自动开启绘画控制 session 如果你在开启绘画控制的时候 也开启了mime catch的话 会自动将绘画信息 写到mime catch里面 这是咱们默认开启的一些东西 那对于框架已经默认开启这些东西了 那你在写项目的时候 这些东西你就不用去设置了 都帮你去设置完了 你只要写你的控制器 写你的模型 写你的视图 就能把项目完全写出来 其他的东西框架来帮你完成 然后就是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 因为前后台公用的东西 你看 这是配置文件 有的框架是前 每一个应用一个控制文件 咱们是所有用一个配置文件 因为我的想法是 没有必要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需要多个配置文件 比如连接数据库 连接多次 只连接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只用一个配置文件 那我都说了 那一个配置 前后台如果 记住了 如果一个配置 前后台各自用不同的值怎么办 也有办法 看好了 这是不是主入口文件 前台访问这个入口文件 后台访问这个入口文件 那 两个主入口文件可以作为一些配置文件使用 你只要把一些配置选项写在这两个主入口文件上面就行了 现在入口文件不就一条代码吗 你在上面 前台需要的配置 假如是一个变量名 你可以就定义在这 比如$A等于10 那后台这块 你就可以怎么办 这块 我就可以做一个 假如用同一个变量 不同的值 $A等于20 不行吗 完全可以 所以这个了 充当了各个模 各个应用独立的配置文件 当然他们两个 同一个变量 不同值的情况下很少 但是有这样的情况 后期我给大家介绍 但是呢 公用的部分毕竟很多 所以都往这里边写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这个也能完成用户想要的所有的一些设置 而且呢 更简单 更容易理解一些 那看一下配置文件默认都开启了哪些东西啊 除了默认写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项目里边需要一些配置东西 你完全可以这里边随便的加 比如说分页的数 配置用m等于5 默认显示5页 完全可以在这里加 但是加配置选项的时候 尽量加一些长量 因为配置东西很少需要运行时改变的值 你用长量的话 在函数里边写 和类的方法里面写 还不用globals 对吧 所以尽量用长量啊 所以可以任意自己定义 我只是给常用的定义 和咱夸价能用到的写在这里边了 看默认开启了什么 这是debug调试模式 如果你这会写1的话 我们在项目的下边就有这种调试模式 如果写0的话 就不会出现那条模式 所以在开发阶段都要写1 在上线的时候 运行的时候都要写0 把它关掉 就不会出现那种调试信息了 你看这块也可以临时关掉 一刷新 又回来 对吧 如果想长时间关掉 只要开个01就可以了 记住一点 开发阶段开着 运行时候关着 当然这个不光是一个 9z调试模式开关的作用 另外 它是代表两个时间段 一个开发的时间段 一个上线的一个时间段 如果是开发时间段呢 我们这个把它调试模式开启的话 好多东西都是不缓存的 如果一上下阶段 你这个一旦写成0 那么能缓存东西 我在框架里边都将你都帮你把它缓存了 因为已经上线了 所以还代表的是两个时期 那后期这个01缓存什么东西 咱们在后边课程会介绍 这话是选择驱动 你可以用PDO去执行Circle语句 也可以用MySircleI去执行语句 只要将这个字路段换一下就行 如果你需要其他的 如果你需要其他的驱动的话 比如说用过程化的MySircle去执行 你只需要自定一个类就可以了 我这里边默认只用了最好的两个方式 PDO和MySircleI 然后如果你想连接其他的数据库 你可以用DSN 里边只要指向其他的什么 定一个DN 只要其他数据库的一个DSN 这个值就可以了 连接其他的数据库了 那如果你只行DSN的话 这里边有的是主机信息和库的信息 你这里边就不用写了 如果不用这个的话 假如就连接MySircle 默认就是的 默认就连接MySircle 主机 用户名 数据库密码 然后连接哪个库 表前缀 这些形象 如果这个开成1 那就怎么的 页面静态化就开启了 用Smart那个页面静态化 然后指定页面缓存的时间 如果前台想开启 想开启页面静态 后台不想开启 那你就把这个语句写在两个主入口上 前台那个是1 后台那是0 那后台就不经代化 前台就经代化 而不是写在这个文件里边去 那 这个 这个是干嘛的呢 这个是定义模板的 后缀名 后期呢 当讲模板的会说 这个是切换模板的时候用的 也是在咱们后边项目会说 那 这两个呢 是只要你卖没开着服务器 假如在本机 11211 我只要一加这个 一开启这个 就会怎么的 直接将所有的Sircure 查译结果缓存 缓存内存中 将所有的货号控制 缓存到内存中 这就是默认 配置文件的开启 但是现在我开启这个 我本机应该没装 所以呢 它会有一个 有一些提示 你看 PAP没有安装 迈没开始扩展模块 那后期呢 咱们用到这的时候 会给你安装一下 然后咱们使用一下 这就是 讲到后期 迈没开始的时候 缓存的时候 会给你用一下 但这会咱们先来 开发阶段 把缓存权关掉 就可以了 这就是咱们的 目录结构 然后这个内置函数 咱们顺便说一下 这些课 内置函数 我只给你提供了几个 比如P函数 因为内置函数的话 可以提供成百上千个 但是呢 那样的话 学习框架就复杂了 所以只学 给你提供了 学习的时候 框架能用到几个 比如P函数 没有任何作用 唯一的作用 就是在开发阶段 帮你输出结果 带格式的 你容易一些 比如可以输出 任何格式 是数足 是对象 是自乎串 其他格式 还可以直接输出 多个参数 都可以带格式的 你就不用说 自己去输出 调格式了 所以这个作用 只是在开发阶段 输出用 而真正项目上下的时候 是没有用它的 不然的话 你自己得输出什么类型 用V大破之类的 这边都不用 都能帮你解决 一个输出 D函数 在讲mod的时候 会详细给你用 这也就普通的 给你告诉你一个应用 存一个尺寸 就会一个单元换算 比如存这个 就会你输出10kb 出于1000 就是一个什么 普通一个功能函数 就告诉你的目的就是 这是一个功能函数 我可以写几百个这样功能函数 比如获取客户端的IP 或许客户端的使用的 什么浏览器代理 对吧 一些简单的小算法 都可以以函数的形式 放到这里边 当然我这里边 只提供了这四个 而这四个函数 在框架里边 我只写到了这里边 通用里边 你看在这呢 还有一个debug零 是后边咱们 临时性关闭调试模式的时候 用的后边也会介绍 那我在这里边 四个可以定义40个 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几课呢 咱们就简单介绍这里 这几课咱们主要介绍了 什么是单一入口文件 单一入口的编写规则 以及项目的一些 目录的生成和部署 然后UR的一个访问形式 还有默认开启什么 配准什么 这些都需要了解一下 你知道框架帮你做了什么几课 咱们重点再学一框架去学习 控制器如何编写 模型如何编写 视图如何编写 和一些常用内之类 咱们这几课就交到这里 人生自古随无死 来生再学PAP 孙当作人爵 死一学PAP 锤死冰重 精作起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不学PAP 老大图伤悲 洛阳亲友如香问 就说我在学PAP 春年不觉巧 处处学PAP 在听愿做 礼礼 在听愿学习 学PAP 祝你寻他千百度 不然回首 大人正在学PAP 大人正在学PAP 广山 大人正在学PAP 他认识 我 无一样 都 爹 是 都 我 不 我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